大家好,在今天的视频中,我将向大家来演示如何利用Codeless软件与GUI软件来进行灵桥手的调试与仿真模拟 首先,让我们进行第一步,灵桥手运动的手动调试 在这里边我们需要用到GUI软件 在打开GUI软件以后,选择当前用户的权限为GUI CNC权限 并加载灵桥手所适配的Hand与Motion文件 点击完成,重启设备 在重启设备以后,我们可以在左侧的功能操作窗口中实现对于灵桥手每个运动者的操控 选择群组,灵桥手群组,对整个灵桥手群组进行虚拟化使能 这样,我们可以在上方的AXES栏下实现对每个运动轴的运动控制 选择任意运动轴,在零点位置执行回灵操作 我们可以利用Jog或者是GoTo按钮 来控制灵桥手的运动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在左侧的3D视窗中观察到该运动轴的运动轨迹 依次重复该操作对所有的运动关节 我们就可以得到整个灵桥手所有关节所能达到的最大与最小角度 在执行完GUI调控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个步骤 灵桥手运动的PLC控制 打开CodeList文件之后 首先检查设备的连接状况 点击Device设备按钮 如果没有连接到当前的设备,点击扫描网络 扫描连接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绿色的按钮提示 在左侧的应用栏下,找到Handblock文件夹 里面存出有用于控制灵桥手运动的相关程式文件 打开程序文件,我们就可以更改运动的参数 例如这里,我们可以更改刚刚测定的运动关节的最大值以最小值 完成更改以后,点击编译 等待程序编译成功 选择在线登录到 登录以后,我们可以在左侧以及下方状态栏中 观察到当前的运行状态 速度 以及运动的例句大小 写入预定值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相应的变化 在下方的程序显示窗口 点击下拉按钮 我们可以在这里实时观测到当前的运动信息 如位置信息,例句输出,以及运动状态等 通过我们提供给客户的软件应用 客户还可以实现零巧手运动的语音控制 release 在下方的运动力 会按钮 玩渐犯 非常晚ms 俊路 行 画后 让他在活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